欢迎收看房市关键包包 我是李叶 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是空污率 内政部公布了最新的低度用电宅统计 也就是俗称的空污率 我们可以发现空污率比较高的多在偏乡地区 这也反映了城乡差距发展的结果 当大家都往城市发展 偏乡的房子就容易被闲置 本期低度使用住宅比率 依各县市观察 以台北市7.15%最低 新竹市7.51%次低 以金门县17.40%最高 宜兰县15.61%次高 除连江县外 其余县市均较上席增加 空污率的成因它比较复杂 因为台湾还是属于华人国家 那应来是华人国家都有习惯留住产的概念 也就是说 子女从长辈上一堆继承的房子呢 它可能都是位在偏乡 因为我们从空污率的分布来看呢 基本上偏乡都是比较高的 那这一种情况就是大家留住产继承的房子 但是都没有使用 那这样的话 可能口污率就会掉的比较高 另外一个是 有些有钱人呢 他买了房子 他并不在意房子有没有出租 虽然说把房子出租的话 投保率比较好 但是有钱人他把房子当成理财的工具 所以呢 他觉得如果出租的话会比较麻烦 六都与新竹县市本期低度使用住宅比率相对较低 与上期相较 新北市低度使用住宅宅处增加150宅最多 其次为高雄市的9930宅 低度使用住宅比率 则以高雄市增加0.82个百分点最多 其次为台南市的0.71个百分点 与上年同期相较 只有高雄市低度使用住宅宅处与比率增加 高雄的新竹筹划去工具量比较大 它的推案量比较高 统建商又不急的卖的时候 它的新建渔屋跟空屋率 跟空屋就会同步的重高 另外也给大家看一下全国空屋率小于6%的乡镇市区 以及空屋率大于20%的乡镇市区 大家可以按暂题慢慢的细看表格 再来看到代售新城屋的统计 全国代售新城屋从111年第一季逐季攀升 112年第二季增至90462宅 为统计以来新高 就六都而言 112年第二季代售新城屋宅数 以新北市最多台北市最少 六都代售新城屋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呢 从这张表格也可以一次了解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按下暂停键慢慢看哦 看房市关键报报可以了解最近的房市情况如何 买房卖房的知识还有新闻我们都会帮您整理 所以现在就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更多精彩内容不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